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踢爆 对于安乐区通勤足道台北南港非常重要的首都客运9026 11月1号将改由符合客运接手经营 而且将更改路线由一高下细止增加四个停号站 市政府主管单位交通处长苏先知回应表示 副议长林佩祥误会了 市政府交通处一直努力关注持续反应 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定案通知 我想分两个部分 副议长可能有点误解 8月会刊的部分基本上是监理站 针对于国道路线设站点的部分 他会请教地方政府设站点的位置是否适当 纯粹只是设站点的处理 所以我们大概区公所还有交通处这边 大概都有配合出席 至于说路线的部分 他的班次或者是营运有所影响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持续跟监理单位跟公共总局做反应 那之前也有反应过 那之后也有再持续的这个反应 我想这个国道客运的这个服务 我们希望还是能尽量符合民众的一个需求 一个部分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到所谓的这个什么 客运营运的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那据我了解 他这个部分他还是属于在筹备的这个阶段 那过去我们知道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业者的营运计划 基本上他已经经过公共总局的这个审议委员会 审议通过 换取他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筹备 那相关的部分是不是属于所谓的接死或者是替死 我想这个目前我们有持续的反应 那公共总局这边也在协调相关的业者来协助做处理 都还没有完全确定的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个讯息 而在议事厅主持议员总咨询的副议长林佩祥 这表示轮到他个人总咨询时 会一并问清楚 让众多9026通勤族确实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